不知道大家覺得18歲的自己和28歲的自己有什麼分別呢? 18歲覺得愛情可以一生,覺得夢想可以成為職業 以為自己可以改變世界 28歲,擁有的東西多了,背負的東西都多了 但是改變的不是世界,反而改變了自己 其實,我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呢? 唉,不想起床上班 唉,這個計劃很煩 怎知道他多拿點優惠呢? 好,沒問題 哇,Thomas這個臭小子,這麼快上車 不知道幾次輪到我呢? 對啊,出了社會之後 慢慢就會想 怎樣走得快點 怎樣贏到同輩的人 怎樣買車,買樓,和買一隻AP 總之我要贏 到你快28歲的時候 發生了些事 你發覺你會因為不公義而生得睡不著 你發覺你會因為其他人受傷而哭 你會為了奪回未來 而放棄擁有的一切 總是未來其實跟你並沒有太大關係 總是你知道 你的付出和回報是不會成正比 那一刻你發覺 28歲的自己 不是想像中那麼公利 那麼現實 原來人 是真的會為了心目中的正義 而付出所有 甚至是生命 好像深夜一個人的時候 都會問自己 有沒有後悔 但是答案從來都沒有變過 原來28歲 都不一定會用今次 來衡量所有事情 和18歲一樣 無愧於心 才是最重要 這個世界正步向毀滅 同時 我們會嘗試拯救這個世界 縱使前路未明 但是我會一直陪你們走下去 在這次的世界 在這次世界 是在這次世界 是在這次世界 的歌曲 是在這次世界